Hello,今天是防晒特集的第二期,关于我们用的一些硬防晒的推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上的那种人体防晒霜测试 就是后背涂上很多种防晒霜,然后用黑胶带把它分隔开 在揭开黑胶带的时候,你会神奇地发现 身上唯一没有晒黑的地方,就是黑胶带底下的这个地方 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任何的防晒霜 其实它都不如这种硬防晒,防晒效果好 这种防晒散里边带黑胶涂层的 它对紫外线的割绝率可以达到99.8%以上 但是我们脸上涂的防晒霜,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防晒能力逐渐降弱,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能达到99%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呢,它就可能达到90%甚至90以下 就得需要不同的补涂 如果你化了妆或者不希望一层一层的叠加在皮肤上 那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这种硬防晒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这两年用到 我觉得防晒能力首先够 并且它样子比较好看的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硬防晒 首先就是黑胶的这种防晒散 这种黑胶材质是对紫外线组合能力最强的一种材质 那我今年选的这种防晒散也是选了不同的厂家 拿回来做对比测试 最终给大家挑的就是这两把 在同样的防晒能力之下 对比的其实就是它们的轻而且小 在我们戴着的时候感觉不是一个负担 我给大家选的一个是主打轻的 这一把呢它的重量只有一百克 什么概念呢 就是矿泉水只有五分之一的量 也就是喝几口的一个重量 所以非常非常轻 打开是这种单人伞 这种太阳伞不建议两个人去打 因为两个人打的话 这个防晒肯定就不到位了 然后它的伞霸不是特别长那种 其实防晒散也不需要很长的伞霸 因为你的脸部必须要在伞的这个地方 防晒效果才是最好的 你拿到这儿 其实防晒的阻隔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在内侧有防晒的这种黑胶涂层 然后里面的做工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这个伞就是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雨伞他们这个工厂做的 他们家品质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们之前买过这个雨伞的 应该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 这是我这么多年就拿到过最轻的一把伞 如果说你要追求轻的话 用这个肯定是没错了 100克 第二把伞呢 它主打的特点就是非常小巧 它是一把口袋伞 就可以搁兜里那种 应该有多小 它跟这个iPhone的手机比 其实它比手机还稍微小一点点 它的重量会比这个碳纤维的会重一点 这是100克 这个是190多克 一个五折伞 也是里边有这个黑胶涂层 伞的工厂 他们原来就是做出口外贸的 今年才转的内销 就性价比方面真的 我觉得吊打国内的很多伞的品牌 每次收的时候 我都没有耐心直接这样子的缠一下 所以打开的时候就会像刚才那样有点皱 把这两个伞呢就看大家需求 如果追求小的你们入这把 要追求轻的 你们就入这把 两个性价比都很高 只有69块钱 接下来是我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款防晒帽 这个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 可能你们以为我会给你们推荐那种防晒面料的防晒帽 那种帽子我们店铺也有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看 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好看的防晒帽 老朋友应该知道我去年的时候就戴了这个帽子 我是去千岛湖的时候 然后拍了两张照片 很多朋友都想要这个 但是当时这个帽子 它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夏天之后了 所以去年没做成 今年在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去找这个工厂订货 但是也只能订到不到500个 就还挺难抢的 这个帽子我跟大家说说它好在哪 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帽颜挺大的 就脖子上半部分其实在戴的时候都是可以遮住的 而且帽颜它的这个弧度你可以自己去弯 如果你要怕晒的话 你就把两边这样往下窝一下 我在菜园里边干活的时候都这么大 那天打光子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要是比如拍个照啊什么的 你可以把它窝的稍微有点造型 这样 就是它的弧线形就是很好看那种 你可以随意去把这个造型给它凹出来 后面看也很好看 在后面的这个位置啊 它是做成这种分叉的 如果开车的时候或者坐车的时候 我这样头枕到后面 它不影响前面的这个弧度 平时不管你是搭裙子或者是搭那种休闲装 戴着的都是那种很优雅的感觉 然后帽子的品质 它不是那种就市面上那种便宜货 它的这个面料密度是支的比较高的 也是比较紧实的那种 里面它是有这个松紧调节的 这块是可以拉紧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粘袋 你可以把这个固定在这个粘袋上 你还可以根据当天的搭配来改造这个帽子 就这个黑袋子是可以卸下来的 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这种长条的丝巾 那就可以多出很多种风格来 如果你喜欢简约的那种 你可以把上面的袋子全部都取掉 就把它当一个素帽来戴 三个颜色 我去年入的是这个颜色 但是可能因为我戴一年了 看这个有点腻了 我今年更喜欢这个浅色的 因为浅色我觉得它搭配这个黑色的袋子 感觉更法式一点 而且如果你要换其他的丝袋的话 你看搭配起来这个浅色会更衬颜色一些 灰色的这个它是有点偏蓝紫调的那种感觉 看着也是挺优雅的 今天给大家开团99 但限量就不到500个 到时候什么时候能补到货 这也不能确定 接下来是防晒衣 防晒衣只要是防晒能力过关的品质OK的 我给大家选了一些款式在店铺 那在其中我最推荐 也是我最喜欢穿的 就是脚下的这个抖空款 就是在所有的防晒衣当中 我觉得它是穿起来最实用的 而且样子也比较好看 穿着我的包容性很好 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一个 比较偏肥一点的这种大T恤 它也可以套上去 因为很多防晒衣 它做的是那种合身款 就像这种比较瘦的 然后穿里边肥一点了 就会卡干着窝 这个它是抖空款 在这一块它是这种蝙蝠袖 胖一点的孔 又穿这个又不显肉 它这个宽松度 你看夏天穿起来会非常凉快 帽子前面是有一定帽颜长度的 就把这个拉链拉起来 高度可以遮住这个脸 戴一个墨镜 或者戴一个那种长颜帽 基本上就是全副武装 前面面部的这个面料 你看它是有透气孔的 就你呼吸不会感觉到很闷的话 就是后面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长头发的女生有竖辫子 可以把头发这样拿出来 还有就是它的袖长很长 可以遮住半个手臂 就可以达到一个防晒效果 是这样漏纸的 然后整个面料是比较清透 那种不闷 它的面料是那种两感面料 就你穿起来是有一点点两感在的 防晒衣我自己穿一年了 洗过很多次 就现在防晒能力依然还是在的 去年这个衣服真的特别难抢 我们群里边一说到货了 就马上描眉 然后今年呢 就跟品牌要到了一些货 其实这个衣服啊 它的版型就很多做防晒商呢 就一模一样 仿他们的这个版 价格都要卖到140多块钱 它这个原价官网 我记得是180多 然后咱们这次给大家开团 只有128 就比那些做的防板的还有便宜 我们也给大家去找了 他们家的一些其他款式 比齐天店都能便宜个几十块钱 就还是挺划算的 但是我最推荐的版型来讲的话 还是这个抖空款 最后呢 就是墨镜了 其实咱们先不分享这种时尚款啊 就是带着 其实这种比较适合拍照 但如果你要指着它有多好的防晒功能 其实是没有的 今天先不说 咱们说的这些呢 都是真正能保护到你的眼睛 不免紫外线伤害 还有就是眼珠的这个肌肤 因为它比较薄嘛 很容易长斑啊 或者是因为紫外线着色起这个细纹 满足这些条件呢 就得选这种大块眼镜能照得住的 但是很多大牌做这种眼镜 他们做的都会很沉 就戴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鼻梁压的就一个坑 所以我给大家选的 这几个工厂里的墨镜 都是比较偏轻一点的 它性价比也会比较高 今年的新款 这也是我觉得最不挑脸型的一个款 就任何的脸型都可以驾驭的那种 框片比较大 就显得脸会比较小一些 然后这个框镜 它的这个框是半透明的这种 就有点时尚感 它有不同的配色 我选的这个是一个墨绿色的黑片 比较轻也不压鼻梁 就整体风格看着是比较酷的那种 很时尚 镜片除了防晒之外 还是一个偏光景 然后整个的这个镜框 它上面的这个印字 还有整个板材的这个质感 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官方旗舰店价格 要卖到260多块钱 咱们给大家开团 直接113 其实是从他们工厂走的 所以价格就便宜了好多 第二个是一个复古镜 这个镜子其实我去年的时候 有给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也是有很多个 就这样版型的眼镜 因为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搭起来特别时髦那种 就有一点复古的味道 然后又不是说感觉很夸张的那种 这个跟去年那款稍微有点差别 腿跟去年不太一样了 腿改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官方旗舰店是269 我们给大家开团是149 最后一款也是我经常戴的一个 这是迪奥家的一个经典款 它这眼镜就真的是不挑人 除非你是脸特别方那种 就不太合适 但正常就是圆脸 鹅蛋脸或者尖脸的话 戴这个都好看 就很经典 而且很精致的那种 它是一个就是很细的这种窄的金边 然后侧面也是这种细腿边 就看着很精致 金边也是偏光的 整体矿镜也是很轻 如果我今天穿的就比较女性化一点 比较精致的衣服 我就会喜欢搭这种的墨镜 好了 那今天关于硬帮晒的分享就是这些 其实我选中的是不止这些的 还有一些其他款式的防晒衣 防晒帽 大家可以去小程序里面去看一下 今天八点的时候都是统一开团 主要是今天这个时长的原因 不能说这么多 而且一会我还得去搬家 所以如果大家要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或者是群里边来问我 今天就到这儿 冷静 那这我还能在评论里面 保持 佐伯 你 我 自 而